这些菜单里的这个菜都挺有意思啊 又是跟上次吃那个肉皮一样 反正在著名的景点旁边啊 这个就是中英文的菜单都有没有出 这游客面聊杂的 这怎么翻译聊杂的 百味人生羊杂哦 百味人生 tasty 这菜单里都给你们介绍了 什么羊肉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吃啊 那家店名叫独小之味 就是清晨到黎明的时候那一集 对啊 人早上起来适中又如此 这几点开门啊 一眼才开门 独小之味 但是一点才开门啊 别来到了 还要吃饭 哎呀茄子真有臭 好吃 对吧 茄子干 看着都褶皱了 但实际上吃起来这酸甜的味道 还有那个口感有点嚼劲 这口感真好吃 美味 嗯 其实有茄子的魅力 又像肉又像菜 我觉得自己做茄子还是有一手呢 但我还真没想过这茄子干也能做到这样 以前就是凉菜夏天吃了比较多的 然后这个半甜 也有这种酸甜的这种口感 但那个可能更湿润一些 更碎 这茄子干就感觉不得紧 看着其实有点像酥肉 嗯 好吃吧 嗯 就这一盘 一盘凉餐我会就能下班 嗯 但这个油豆腐里吹牛 没吃过牛奶 为什么要叫你吹牛呢 不是油是牛油 你这点是太坚强了 哈哈哈 哦 有点咸 之前咱们说的这个一般在西北下班里 就是桌上会有什么几样东西 饱三样 醋 辣椒油和生蒜 怎么包比较快呢 我学了一个办法 把这个蒜 就是这种大瓣的蒜 两刀捏住 这样一转 一转 一下 直接就掉了 开始掰磨 用这个特别有乐趣的一个环节 就是掰磨 据说要掰的越细一个 跟那个酥饼 一层一层的 在西安有时候看那个 泡沫店门口 坐着一帮人 拿着空网 拿着磨 在那咔咔咔咔咔咔 一掰 掰一大磨 这样吃不就是你 吃多少掰多少啊 吃点 尝一下 尝一下 还行 还有自然 真好 特喜欢那一个美食博主啊 还有这个口头餐就这么多 磨 磨 白磨 魅力恨 再来一瓣酸 不要 咋嘞 哦 吃一半再发现人有这个叫什么 掰半个磨 加油花辣子 热羊肉 这半个磨啊 我加一块羊肉 油花辣子 好嘞 这就是羊肉鸦膜 咱咱炸的不是油花辣 咱炸的是辣椒油 咱炸的是辣椒油 哎呦辣油啊 咱炸 很香很好吃 大口吃的菜是豪卖的人生 这羊肉特别的嫩 嫩到说虽然它这里面有瘦肉 但我感觉不是来瘦肉的那个鸡肉的纹理 感觉不太一丝一丝的 就好像都一整块 它就特别软 很软一下就失灵了 这个羊的肥肉这块有奶香味 招牌的就是肥肉香变的 然后精品的是纯瘦肉 我觉得还是肥肉的食材 虽然不是很健康 虽然有点腻 但是香啊 肥宅快乐肉 喝肥宅快乐水 吃肥宅快乐肉 吃肥宅快乐肉 因为磨不是纯死面的 所以泡进去后比较快就软开了 你要是真死面的话 吃的时候嚼起来跟炉烛火上面的火烧热 好久没吃过这个酸汤水饺 这玩意其实是特别陕西的一道菜 但是在陕阵景区都有这个发挥 这种热水 我说饺子和馄饨能不能混合在一起啊 这酸汤水饺 我觉得就是把饺子和馄饨都混合起来 有辣椒 有醋 有香菜 有葱花 有饺子 其实一般还是牛羊肉馅的饺子 上一次吃的酸汤水饺是在宁夏 那一碗羊肉馅的酸汤水饺 我要吃大碗大碗30分 上来以后满满的一大碗 吃完以后就感觉就要重心了 其实这个羊肉馅的饺子里面 有好多葱和洋葱 已经把这个羊味给搁过去不少了 其实它这个小子 你仔细吃的话 就把这个羊肉舔了 洋葱的自带给舔了 哎呀 啥时候再去一下西安 上次都没拍什么东西 有好多稀罕的同学都在心里说 啥时候来陕阶 啥时候来西安 真得跳一线去 一天不够 真的跳好跳一周 哎呦 在回宁街虽然好吃的多 但就有一个问题 人太多 然后那街道吧 窄 上面还有一堆电动车 然后那个分轮 在这人的分轮 我赶在那里冲 感觉体验都很好 特别危险 而且这个店里面 人一桌吃饭就很着急 比如说拼桌 天亮微博 然后旁边站着四五个人 有一些气力压力 就觉得吃吧 赶紧吃吧 直接耽误了人家 他心中的不足 没 Henry 他心中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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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人 明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